今晚移入和淘機群聚案 人數不斷增加 Omicron病毒進入本土 第三劑疫苗全民都在等 什麼時候能打 終於來了 從原本間隔五個月 縮短成三個月就能打第三劑 只要滿18歲以上民眾 打過兩劑疫苗 其日期都能接種追加劑 月底符合資格者 達768萬人 如果之前是打莫德納 BNT或高端的人 第三劑任何廠牌都能打 不過前兩劑打AZ的民眾 第三劑就不能選AZ 根據研究混打不同廠牌的疫苗 抗體最高的是MRNA疫苗 第二為高端 最後則是AZ 因此第三劑不建議打AZ 高端副作用低 反而很搶手 甚至板橋有一間小兒科 高端被擔憂副作用的醫護人員打光光 目前疫苗量充足 要打第三劑的民眾 可以透過新冠疫苗防治一網通 直接查詢附近醫院預約 類似Google map 哪家醫院有什麼廠牌疫苗一目了然 我會很建議老人家也是應該要優先施打第三劑的族群 因為兩劑疫苗不是白打 兩劑疫苗對Omicron防重症還是有效的 大概還是有七成的防住院的機率 那可是打了第三針之後可以提升到接近九成 就怕這波春節返鄉潮爆發 醫師提醒疫苗施打後七到十四天才產生抗體 黃金施打期落在一月十五號前 建議民眾盡速接種追加劑 提升自我保護力